这里是陈破风风云剧场 我是特约记者夏吴云 今天我们邀请到维吾尔学者 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主管 伊犁夏提先生 今天我们想跟伊犁夏提先生聊聊 中共方面面对国际社会巨大压力 针对维吾尔问题 他有没有改嫌一张 另外据您所知 中共内部尤其中共高层 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分歧 谁是强硬派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中共会不会改宣更张呢 就像我前面讲过的一样 这个政策的制定者是习近平 我最近读过一个 有关二战纳粹大屠杀的一本书 那么在这书里头就讲到 二战的时候拯救犹太人的办法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呢 就是说全面打败纳粹希特勒德国 就是说完全把它尽快地打败 只有打败以后 才能够把犹太人全部 不管是集中营里的 或者是外面都能拯救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种办法呢 就是说把希特勒 要么暗杀 要么就把希特勒弄掉 也就是说 这个大屠杀的设计者 大屠杀的罪亏祸首 必须要除掉 才能够拯救犹太人 那么现在回到维吾尔人 那么当时二战的时候 美国 英国 各个国家 也谴责过德国的做法 甚至对德国提出来 要把犹太人 让他们离开德国 但是呢 因为设计者是希特勒 所以希特勒呢 不同意 一定要继续他的屠杀政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权政策法案 会不会让中共 立马改选更招呢 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个强硬派就是习近平自己 这个呢也已经被 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 这种政策上的倒退 已经证实了 他就是这种 毛氏的这种极端 怎么说呢 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 所以呢 他要回归到 苏联的那种大清洗 毛泽东的这种 而且呢 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 强硬派是他 那么既然是他呢 那么在这种 强势国际压力下 他会不会改选更章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他更会采用更加隐秘 更加伪装的这些方式 去继续他的这种 对维吾尔民族的 种族灭绝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已经认定 已经把维吾尔人 作为了中国的国家敌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要对维吾尔人 进行全面的拯救 维吾尔人能够把自己 完全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需要的还是维吾尔人 当然如果按我的说法 就是说两种可能 也是维吾尔人能被拯救的 他不像纳粹德国和世界宣战 中国还没有向世界宣战 所以一种可能在南海 美国他在和美国 不停地在制造紧张情绪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挑战美国 或者挑衅 那么发生冲突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中国和美国之间 如果发生正面的 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在击败中国的时候 维吾尔人会得救 再一种可能呢 就是中国内部发生政变 或者是各种形式的政变 总体上就是政变 中国从来没有过正常的权力交接 所以呢 或者是军事政变 那就是把习近平给打死了 或者是把他给抓了 再一种可能呢 就像苏联把那个赫鲁小福拿掉一样 等他习近平出国了 或者是在那儿疗养的时候 正面去开一个会议 习近平因病退休 就把他弄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 中国的政策呢 有一段时间会有一种松动 但是维吾尔人的命运 要完全地摆脱这种被童话 被种族灭绝的话 那还得要靠自己 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维吾尔人会有一个出路 否则的话 指望国际社会的压力 缓解 只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或者是呢 使他停下了一段时间的作用 但是一劳永逸地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就必须是维吾尔人 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这个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就是民族自觉 通过全民族的这种 表达自己心愿的方式 进行独立 做一个平等的民族和别的民族 在这种情况下 维吾尔人才能够 作为一个世界 两千万的人口 不是一个少数目的民族 很大的一个 那么作为这样的人口的一个民族 才能够发展 发扬光大 复兴自己的文化 文明 为世界的文明发展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否则的话 维吾尔人只会是延长 他的这种 痛苦 只会是更多 所以呢 从我的观点 最终 我认为中共目前不会退让的 除非出现 大的一种变动 政变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引起大的一种变动的这种因素 不管是南海发生冲突等等 都会使得这个中国的政局发生根本性的一种改变 那么这种改变 并不意味着维吾尔人一定会自由 他只会给维吾尔人带来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 那么剩下的就看我们维吾尔人是否有准备 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 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 几乎是在前线 在前沿 进行殊死搏斗 如果你看那些社交媒体上 哈萨克人一个一个站出来 揭露他们在集中营的遭遇 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作证的 也有很多的哈萨克的女士男士 他们都在和我们并肩战斗 我们过去是同一个民族的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分支 那么现在我们又重新走到一起 我相信这块土地最后还将属于我们共成为 我们共同的自由的民主的一个家园 所以这个最后的实现要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生活在那块土地上 每一个珍惜自己尊严的每一个民族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想跟您聊聊 您作为维吾尔学者 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主管 您对维吾尔民主前途是担忧还是乐观 中共试图改变和消灭威吾尔人的文化 传统 语言 宗教等等 能否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担忧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也是受害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我也在精神上我也在集中营里头 而实际上呢 我的母亲可能在集中营里头 可能已经死了 三个妹妹可能在集中营里头 两个妹妹已经肯定 我得到的消息是在集中营里头 另一个妹妹我不知道下落 他们都有儿女 他们的下落我也不知道 可能大多数都在集中营里头 那么担忧吗 我当然担忧 时时刻刻我们都担忧 因为维吾尔民族就是有 我的家人 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我们大家汇聚到一起才成为一个民族 那么如果我一个家里头就有三四个人 七八个人被抓进去了 那每一个维吾尔人家里头 在美国你问一下 都有一两个人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的民族都被关押进去 都处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 你说不担忧 担忧 我们每时每刻都担忧 因为在集中营里头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任何的情况下 他们都可能会死亡 所以每时每刻 我们为民族的未来担忧 但是这种担忧 会不会吹垮我们 那么我们不停地在演讲 我们不停地在揭露真相 尤其是我 每次我谈到维吾尔人的勇敢的时候 我对维吾尔女士的那种敬意 是无限的 是发自我内心的 在维吾尔人集中营 这个危机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 站在最前沿的 很多都是维吾尔女士 她们勇敢地站出来 不停地在揭露 包括哈萨克的 也是女士们 她们的这种精神 使我相信 当一个民族的母亲们 站在前线最勇敢的时候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这个民族是勇敢的 因为母亲是一个民族的富裕者 是她的最开始的教育者 如果每一个勇敢的母亲 教育她的孩子 我相信她们的后代 会更为强大 更为强壮 信念更为坚定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又非常的坚信 维吾尔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那么这个讲到 仅仅是一个希望 是一个精神上的 一个模糊的概念 但实际上呢 我们维吾尔人 在中亚有将近100万维吾尔人 在土耳其有将近四五十万维吾尔人 可能也快到100万 那么在欧洲 我们也有几十万维吾尔人 美国现在可能也有个一两万维吾尔人 那么我们这些维吾尔人 将是这种维吾尔文化信仰传统 他的文字等等的 继续的发扬光大者 当然作为维吾尔人的主体 即便几百万人被抓进去了 那么在东土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他们还在抱着希望 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很多的维吾尔人通过那个 抖音通过各种渠道 在把里面发生的这种残暴 这种反人类罪呢 一点一点地给我们揭露出来 包括我也收到很多的这些东西 这就说明什么呢 维吾尔民族从来没有放弃 他们的这种对民族的希望 对自己未来的希望 这样的一个民族 你要战胜一个将近两千万的民族 这么坚强 有这么坚强的母亲 有这么坚强的女士们站在前沿的 我想中国 中共它做不到 它无法让一个民族完全屈服 有这么多人站出来说话 再加上我们哈萨克兄弟们在哈萨克斯坦 他们也在国内 也在一起反抗 再加上我们身后的这些正义的力量 包括美国 欧洲 联合国里头的一些官员 以至于呢 台湾人 香港人 还有很多的各种说中文的一些其他的人 也在这里站出来 尽管他们的声音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可能没有那么轰轰烈烈 但他们也在发声 我相信有这么多的正义的力量 在我们背后 在支持我们 我相信我们民族有这么优秀的儿女 那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那么最后呢 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一定会让共产党 中国最后 尊重我们的尊严 尊重我们的自由 尊重我们的一切